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节是有关风险管理的基本流程和主要方法 第三节是关于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 第四节是关于企业内部控制 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之间的关系 这样一共四节内容 当然从我们考试层面来看 这一章从2022年开始更加侧重于考核企业风险管理 以往的内部控制为主导的这一章内容 今年是有所改变 好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本章的考情分析 企业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这一章 早在2017年以前 我们做一个五年的分析 在2017年以前 这一章的章名叫企业内部控制 有人一听 说这一章叫企业内部控制 那企业风险管理哪去了呢 那么当初在17年以前 这个企业风险管理 它是隶属于企业内部控制的一个小章节 一个小节内容 并且是不险山不落水 不是很重要的一节 那么到2017年到19年这段时间 包括了171819这三年 企业风险管理的分量就有所提升 在我们高快考试中 企业风险管理的内容就开始另立山头 是独立成章 成期后了 看看啊 17年以前 它还是隶属于内部控制的一个小节 那么171819这三年 人家企业风险管理就成了一章 所以在这三年呢 企业风险管理每年考一到十分的案例分析题 而企业内部控制呢 每年一到十五分 总体来看 风险管理加内部控制 在17到19年这三年呢 每年都是二十五分的分量 当然到了20年有所改变 20年的时候企业风险管理内容 被企业内部控制再次收编 又成为内部控制的一节 回去了 那在20年这一年呢 考试的时候啊 这两个内容合在一起 考了15分 应该说 内部控制加上风险管理的分量 在我们高快考试中有所降低 这是20年 内部控制又把风险管理吸收了 但是21年继续往前走了一年 那么这张仍然是内部控制包含的风险管理 考了一个十分的案例分析 看得出来呢 这个分量在逐年降低 特别是到了咱们22年了 突然发生了改变 怎么改变呢 这个企业风险管理啊 竟然反气道尔行之 愣把内部控制给收编了 我们在风险管理里面称为什么呢 这也叫黑天鹅事件呢 是不是 出乎人的意料 那他就是黑天鹅事件 所以22年我们这张 应该说变化非常大 风险管理把内部控制收编 内部控制变成风险管理的一个附属 成为本章的一小节 那么预测呢 咱们22年这一张 风险管理加内部控制 如果出题考试的话 当然他应该有一道案例分析题 通常来讲 他应该在10到15分 如果单纯考本章内容 他可能就是10分 如果把其他章节内容给合并过来考的话 可能顶多达到15分这样一个分量 这就是本章的考型分析 我们来继续看 学习本章的方法和技巧 其实咱们高快考试啊 若论方法很简单 你一定要全面的掌握 这是首先要做到的 当然在全面掌握的基础之上 我们要抓住重点 还要重点突出 那么既要照顾的面 还要突出点 所以呢 在我们众多的考点内容里面 我们就要分出一个轻重缓急 你比如说 首先关于风险的内涵 构成要素和分类 这是必须要掌握的 特别是对风险的分类的识别 你想 你要想管理风险 你就得能把风险识别出来 你要想识别出风险来 你首先对风险应该有一个分类 对吧 你只有分类才能管理它呀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考试的时候呢 可能会给你一个案例 让你呢 根据案例来识别它 到底属于是市场风险呢 还是战略风险呢 还是财务风险呢 或者是说 直接问你 这属于市场风险中的 哪一类风险呢 财务风险中的 哪一类风险呢 等等 总之这个内容 在本章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第二个内容 关于风险管理的内涵作用和原则 这也是必须要熟悉的 企业风险管理的基本流程和主要方法 特别是这个基本流程 过去我们一说企业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 特别是内部控制里的风险评估 和我们的风险管理的各环节是一致的 通常包括了目标设定 风险识别 风险分析和风险应对 这样四环节 这是过去 二二年教材 把这四环节向前去延伸 变成了六环节 并且这六个环节啊 我答在这里就提一下 考试时 你说我把六个环节都给你写出来行不行 写出来可以 但是还要注意 这顺序还要对 到底谁在谁前面 这是不能错的 如果你说我 一股脑的把这六个给你端上来 没有顺序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能要丢分了 但这里的主要方法是风险分析的一些量化的评价方法 作为风险管理体系的内容 我们要知道 构建一个风险管理体系要包括哪些方面 这是必须要知道的 这是关于风险管理 那么内部控制内容呢 内部控制的目标和要素要掌握 特别是内部控制的应用指引 评价指引和审计指引 这是构成了我们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一个主体内容 尽管22年的教材 那有所删减 应该说呢 已经面目全非 不像我们当初写的那么多内容了 但是我们今年这一章内容 还是要把一些重点的英知英晦的问题 还是要做一个掌握的 最后是关于内部控制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的关系 也是我们要做一个熟悉和掌握的 这是关于呢 本章的有关考点的轻重缓急 那么说全面掌握还要做题的 还要重点突出还要做题的 而做题从哪做题呢 当然了 这个做题时 我跟贾老师我们呢 主编并且是我们网校的专业团队一起来共同打造的 这个高快的英式指南的教材 辅导教材 大家可以做英式指南里面的一些经典例题 一些实战案例题目 好 我们来继续看 首先来看第一节 风险管理概述 作为这一节呢 我们要把握风险管理的一些基本概念 基本理念和原则 首先来看一下 什么是风险 它的内涵是什么 它的构成要素以及分类又是如何 我们首先来看风险啊 什么是风险呢 大家一听 风险是两字 风加上险 我们便称其为这叫风险 说到风这大家都不陌生 这是自然现象 但是有人马上可能就要问了 说自然现象有很多 有风 有雨 有雷 有电 为何 只有风险一词 没有雷险 电险 冰雹险 什么的呢 诶 这问题问的好 据说啊 风险一词的由来 是来自于 这个远古时代的这个海岛渔民 说远古时代的海岛渔民呢 在出海打渔之前 总是呢 要做祈祷 祈祷什么呢 祈祷在打渔过程中 海面呢 一直保持风平浪静 万里乌云 晴空万里 那是最好的 那么最怕什么呢 最怕在打渔过程中 突然起了风 那起了风 它就有危险了 所以从远古时代的渔民 就知道这风和危险 是连在一起的 因此就有风险的由来 当然这个词呢 到底是不是这样来的 无可考证 但是呢 我倒有个问题想问大家 假设这个风险 就是这样来的 请问 远古海岛渔民怕风吗 有人可能不加思索的 说当然怕风了 正是因为怕风 才有风险一词 告诉大家 你要这样说 可就错了 其实远古的海岛渔民 他们并不怕风啊 为什么这么知道呢 因为他在海滨生活 他最熟悉的就是风 大家都知道 我们熟悉一件事情 我们其实并不怕他 那你不怕他 为什么叫风险呢 其实海岛渔民怕的不是风 是怕的突然来风 你说这怎么讲 这叫变化 或者说这叫不确定性 对吧 也就是说呀 我们真正风险的 内在的本质是什么 风险是一个不确定性的 假如说在出海之前 就知道海上会起风 你可以不用出海呀 就是现在 咱们一些沿海城市 一说要有台风来的时候 那不就给大家发了通知 大家不让大家出海 不让大家出行 不就避免了一些危险了吗 所以说我们并不怕他 我们怕的是什么呀 怕的是本来你以为没风 结果你正在捕育过程中 起了风 这是最可怕的 这是有危险的 所以危险来自于什么 不是风的本身 而是突然来风 这是一个变化和波学零星 因此大家在理解风险时 要理解风险的本质 它是不确定 那么企业风险是什么 企业风险就是一种不确定 什么风险 它都是不确定 那么企业风险是一种 什么不确定呢 企业风险是对企业的 战略与经营目标的实现 产生影响的不确定性 也就是说 这个不确定性 跟战略目标和经营目标的实现 有关系 因此企业风险的内涵 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是风险和目标 是相关的 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有目标就一定有风险 有人说有风险就有目标吗 不能这么说 应该是先有目标才有风险的 假如说没有目标 应该说就没有什么风险 可以这么理解 那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大家考高快 请问你的目标是什么 有人说如果我考高快的目标 是定在了必须考100分 那么请告诉我 你的风险大不大 你这么一听 当然不是说你一定考不过 不是说你考不到这100分 咱们往前就有考过99的 但是说真考100 这不太容易 你就是让初级老师来答 也不太容易 对不对 那么你要真把高快考试的目标 定为100 你的风险很大 如果你说我高快考试的目标 我不是100我也不是60 我就是到那考场里边转一圈 感受一下这些有梦想的人们的那种气息 大海王教室一坐 看人们都在紧张答 你感受你感受那种氛围 感受那种气场 感受那种空气 然后感受完了 你说我就走了 你要是就这么一个目标的话 你告诉我风险大吗 也不能说没风险是不是 如果因为疫情什么的不让你去 是不是也有可能 对不对 但是这风险就低多了 相信我这么一讲 大家都明白了 风险和目标是相辅相成的 你的目标定的越高 你的风险就会越大 或者反过来讲 有目标就有风险 风险越高目标越大 因此我们在定目标时 可以反过来衡量一下 我们承受风险的能力 如果你风险承受能力很强 你的目标可能定高一些 如果你风险承受能力没那么强 你也可能把目标调低一点 你看我们这么学 你不就明白了吗 这是企业风险内涵的一个方面 那么关于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企业的风险 它是来自于不确定性的 前面给大家分析过了 风险依次的本质就是不确定 愚民怕的不是风 怕的是突然起风 就是怕的变化 也正因如此 风险来自于不确定性 或者叫风险来自于变化 所以风险就是客观的 老师我就不明白 人们老说风险是客观的 怎么可能呢 因为变化它是客观的 有一句话说的好 这世界上唯一不变的是什么 恭喜你回答正确 就是一切都在变化中 既然一切都在变化中 变化才是常态的 不变才是偶然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风险就是常态的 风险就是客观的 所以企业在正常经营过程中 不是没有风险 关键是有风险 我们要是不知晓的话 这事就严重了 所以我们知晓风险 管理风险 我们才是应该去做的 当然由于风险是一种不确定性 而不确定性它本身就具有双向性 可能对你有利 也可能对你不利 所以说呢 我们还有一句话叫风险和机遇是并存的 因此我们在理解风险的概念时 首先要知道风险的本质是不确定性 是与目标实现相关的一种不确定性 它的内涵可以说两句话 一目标和风险相伴 有目标有风险 目标越高风险越大 第二句话 风险和机遇并存 我们不光是盯着那些不利的 还要注意在风险管理过程中 还要抓住机会的 好 我们再看风险的构成要素 作为企业风险的构成要素 包括三个方面 也可以叫风险的三要件 一 风险因素 二 风险事件 三 风险带来的损失 我要这么简单一说啊 大家也记不住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 促使风险发生的原因或条件 这是那个动因 原因和条件 我们叫风险因素 比如说冬季来了 下雪了 马路上有雪的话 很滑 这叫风险事件吗 这不叫事件 这叫风险因素 下雪了 不一定出事 但是它可能会出事 它会让这事出的频率高了 这就是那因素和条件 下雪天和没有雪天 这不一样 行车不一样 那行车打滑 惊心动魄 对不对 大家恐怕都有这样体会 尤其北方行车的话 恐怕都有这种体会吧 那么什么叫风险事件呢 造成损失的 偶发事件 就是说下了雪天 你开车 车突然追尾了 这叫事故 这叫风险事件 你说那怎么 他叫偶发事件呢 追尾也是偶发 就算追尾 谁不是上班老追尾啊 是不是 他不也是偶发吗 你问自己这一年追过几回尾啊 你没追过几回嘛 所以他也是偶发事件 但是呢 下雪是风险因素 追尾是事件 这个事件本身呢 造成损失 你撞了人家了 责任在你这儿 你得赔人家 所以说对你来讲是有损失 损失什么呢 就是非故意 非预期 非计划的经济价值减少 还用这么说干什么 损失 对你来讲 这是不情愿的一种花费 那就是损失 对吧 如果是有意的安排 合理的支出 那就不叫损失了 你说那叫什么呀 这事难不住大家 大家学会计都明白 我们会计里面有损失 有费用之分 对不对 什么叫损失啊 这说了 不是有意支出的 这种没有带 这个非预期的 非计划的 这叫损失 那不是你发自内心 愿意花的 那叫损失 而你有计划支出 叫什么呢 那叫费用 你看啊 那举个例子 如果你起来了 客户了 你请客户吃饭 你劝人多吃点啊 尽管啊 看着多吃点 好好享用 对不对 然后你就说一句 反正你们来吃 对我们来讲 这都是损失 你说完之后 人一听 都学快就懂啊 这话里有话 我们吃怎么成损失了呢 那不是 人家会耿耿一下 你不知道损失 叫什么 叫费用 为什么叫费用呢 费用 是你的合理的 有安排的支出 那叫费用 你这钱花到一个 想花到地方去 这就费用 如果打了水漂 让大风吹跑了 那就叫损失 总之 别管打水漂 让大风吹跑了 这都是非故意的吗 非有意的吗 是不是 所以你看啊 我们对于风险的三要件 这么一细拆分 你就明白了 下雪 这叫风险因素 追尾 这叫风险事件 因追尾 陪人家 不情愿也得陪 这叫损失 来 风险三要素 就是这样的 当然在说到风险事件的时候呢 有个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事件 咱们二二年教材里边呢 也简单提了一句 说企业在风险管理过程中 不仅要警惕黑天鹅 还要防范灰犀牛 那什么叫黑天鹅事件 什么叫灰犀牛事件呢 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当然这不属于咱们考试内容 平时大家有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个概念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两个概念是相对的 所谓的黑天鹅事件 是意料之外的 当然这个对你来讲损失也很大 而灰犀牛事件呢 它是意料之中的 据说啊 过去呢 这个欧洲人 在自己的理念里面啊 根深蒂固的认为 这天鹅都是白的 没错 白天鹅很多呀 欧洲人认为天鹅都是白的 直到后来 他们到了澳大利亚之后 他们发现澳洲那天鹅呢 有黑的 出乎了它的意料 所以呢 人们就把这种出乎意料的风险事件 称为黑天鹅事件 其实好多时候呢 是难以预料的一些东西呢 我们往往都可以习惯叫黑天鹅事件 比如说这个 这个这个疫情 我们说这个新冠病毒 这个疫情 对吧 这也是当初人们没有预计到的 所以这也算黑天鹅事件呢 你像说这个白天鹅黑天鹅这件事情 在咱们过去呀 据说也有个也有这么一个典故啊 也不能叫典故 有一个故事吧 这个还真是有来历的 我记得是明朝的冯梦龙写的 叫警示通缘里的一个小小故事 当然这个故事本身的真家也难以考证 据说啊 这个 有一次呢 苏东坡到王安石家做客 那王安石不在家 王安石写了一首诗叫永菊 要歌颂这菊花 永菊 刚写了两句 没写完 他就走了 苏氏来了一看呢 发现前两句是这么写的 叫 昨夜秋风过园林 吹落黄花满地金 苏氏一看标题 这叫永菊 写菊花的 仔细一看又说 昨夜一阵风 把那菊花吹了一地 像黄金一样 苏氏就乐了 苏氏就认为这当朝宰相 没文化 没见识 那菊花啊 它是草本植物啊 到了最后 它枯萎在枝头 也不可能落一地啊 所以苏氏啊 就来了精神了 在后边补两句 叫秋花不比春花落 给人写一句 说与诗人仔细淫 说你再好好咋咋咋 当这里边呢 有敲打王安石的意思 这身为这宰相 那怎么能没文化呢 是不是 苏氏呢 写了两句 后来呢 据说啊 这个就是在这个 冯沫龙记者 这个故事里写的 就说后来呢 苏氏就被贬到黄州 做做做黄州 叫什么黄州刺史啊 到了黄州之后呢 他发现 真的是秋天来的时候 那菊花一阵风 吹落一地 他自己呢 很后悔 他觉得不该当初啊 那么去说黄安石 实际有的时候就这样 我想这件事 对于苏氏来讲 那叫什么呀 就是个黑天鹅世界 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那么灰犀牛是什么呢 说的是非洲大草原式的灰犀牛 旁人大巫 你圆圆地给他拍照 突然就把你这来了 有伤害 这应该是你意料之中的 见他之后 你应该躲点 你不要去招惹他 你招惹他 肯定会有风险的 所以这种能够 意料之中的风险 我们称为灰犀牛实践 好 这就是这种概念